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注意一下它这个颗点 在这个基础上 大小头画这么大 然后底座就这么大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的来去走它这个具体的形 左右对称着走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一定要放松 如果说画的太过于拘紧的话 它这个 太过于拘紧的话 它这个容易容易 特别容易钻局部 特别容易钻局部 它这个侧面的整体来说 还是比较 这样的一个形 从这到这 这个距离 就能感受到它这个关系 底座呢 过于大了 就有这个点和这个点的一个关系 就有这个点和这个点的关系 相互聚明 它就能比较 多比较 多比较 它就能画准确 然后这个线呢 怎么能够让它这个线画的比较松呢 第一 就铅笔粗一点 不要太细 太细的话 画出来那个线就容易 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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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画的比较 简单 啊 或者是单线 我们要的是负线 就是 要的是比较 虚的 宽的 这样的线 这样的话 它画出来它就会显得比较 负线出来 它显得就会有厚度 单线出来呢 它就显得没有厚度 这是它的底座 非常小的 非常小的一个底座 好 那这是一个平面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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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廓 平面轮廓 在这个上面 我们来建立它的一个基本的体感 就是它的一个 这个重要的一个位置 重要的一个位置关系 不 French Touch乱柳是里面那些ペール 要了解了一个小的kell楼 这是第一座 形式堆積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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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承積積積積積積粉 你看这个体感 重要的这种位置关系 把它钉上之后 它这种体感就很快就能够搭建起来 这个额头这块稍微有点鼓 稍后可以往头收上一点点 收一点点 收一点 这个头像带那么一点点的仰视的感觉 带一点点仰视感觉 你看头骨是这样的 那它这个眼眶也一样 也是这样 就是这样 放松一些 放松一点 这都是一个大概的位置 位置 它并不是准确形 所以说不要搞错了 这是一个转折 那它这边 这边大概它就封成了这么大的几个转折关系 这个框架搭建的越丰富 越充分 那后面的那个形 会更容易画的准确 放松一点 这些线都很虚 它后面还可以调整的没有关系 这个鼻子长了一点 往上走一走 这个嘴巴在这里 这个嘴巴在这里 好 你看这个这个画号 它这个体感基本上就出来了 这是它的一个大的一个脑壳 脑壳 然后从这里过来 是什么呢 涅窝 涅窝 这个地方的炉结结 这块的这过来 这个是涅骨 侧面的时候它涅骨就比较明显 侧面的时候涅骨比较明显一些 好 那在这个大的框架上面 我再来给它走它的具体 具体的形 首先第一步定位置 然后搭建这个框架 这个框架很重要 就是一个大的体感 以及一个大的比例 你看这都是方的 都是方的 然后找这个小变化 我从这个额头上面开始找 边拿这个橡皮修 边拿这个铅笔去找 找它的形 比如说 像这里 卡住 卡住 然后这里呢 它有个穿插关系 这边上来之后呢 它就会相对准确 相对准确很多 整个就是额头上面 这个部分稍微短一点 带一点仰视的感觉 这边呢 差不多这个形就准断了 不需要把它重新画一遍 画的需要 画的呢 就是这些小的细节的地方 细节的地方需要画一画 然后 画的时候呢 它是要去把它这个 就是准确的这个形呢 要给它卡住了 就是 不是说单纯的去画了 轮廓 我把轮廓和这个交界线呢 同步起来 同步起来 这是远处的眼睛 就是方一些 宁可方画一些 你看这是它这个 轮廓 轮廓 我不会把一根线呢 圈住 都是一些小线 小线段 小线段呢 去切 这样它就是一个立体的 它就是立体的 我就把里外结合这句话 里外结合这句话 这个非常重要 就是有时候笔粗了之后 你立起来 它就是尖的 这就是这个 这是这个结构 结构 然后 这个转折呢 到这也往上拐 这块呢 同样的往上 先出来 然后再拐上去 你看 这呢 它是一个转折 这是一个转折 就是里外呢 我把它同时 同时 同时走 首先它这个斜侧 你看这个上面这一段呢 属于正面 然后这边呢 属于斜侧 这边属于侧面 这个一定要理解透 好 这个过来之后呢 这是这个眼轮杂鸡 湄公上面呢 包的是什么 眼轮杂鸡 这是一个转折 的 或许多 这边 dire 这边 坐 来 注意这个形 这个形 那一定要走准确了 然后往上来走 这里是额基的一个边缘 这是镍线的转折 这里往上转 大的转折先抓住 这是一个转折 就是点面的和这个下面的一个转折 然后这个颧骨 向远这一块 好吗 让我们在那里保折 好吗 好吗 好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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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拳拳骨这块的体块上比较大一些 这是拳击 拳击在这里 然后这个鼻翼往上拐 这个人中 人中这个形从这下转 转进来 靠出一点 靠外面一点 最重的让我出凸 凸起来 靠下转 这呢结构 这个转转给它跟上 然后这个鼻液底下呢 它有一截投影 这个呢也要跟上 然后 这是下唇的底面 这个呢 这块呢 这个转转到前走 这个形呢 它也需要好几遍的 咱们笑机夹机都在这里 然后这里呢 它有笔笔机 还是须须地去找它这个关系 大的这种形呢 在那边区分一下 我须须的这样去找 这底下呢都是须的 凶索乳托机在这里 这卡一下 然后猴截 你看这是凸起来的 从侧面看到这是凸起来的 整个呢 这是它这个背光 背光区 稍微带一下 包括这里 包括这里 都是背光区 还有这里 这个项 然后 这个脸部呢 还有 还有一些变化 这儿呢 有个肌肉 所以这个暗部呢 就带一下 这个呢 这个呢也是暗部 这里呢也是暗部 就是统一的把暗部给它带一下 须须的带一下 须须的带一下 真的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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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 这个转折 加上 这个转折 这个里头背光 这个窝里更深一些 然后这个底下有按钩 这个转折 这块呢 还有一个转折 你看这个是口龙杂鸡 鼓起来 所以说我们给按部呢 一定要给全了 不敢丢三那四 所以这个呢 就需要我们画的时候呢 稍微仔细一点 这边呢 他这个 给的时候都仔细一点 然后呢 他这个转折 这个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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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给它按部 等于给它统一了一下 其实我们虽然说是在这个讲的过程中 很想调第一步干什么 第二步干什么 但是真正的在我们画的比较熟练的时候 其实不会特别过分的强调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思路 这个过程思路 这个其实我们就是适合在初级阶段 刚入学对这个绘画的思路不太理解 或者是不太有把握的情况下 强调这个东西 但是真正到了后面 我们画到一定程度 就是有形成一个积入记忆 就是很快速的自然而然的 它这个体感就出来了 形也就出来了 不是说完整的 就是说每一步都要分得那么的独立 然后接下来我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 继继继续往深入的走 就是说再往深入的走的时候 我要强调从五关开始 就等于是继续强调它这个交界线三线的一个关系 那同时呢我也来去把它这个暗部呢 给它加深 这个很有必要的 那这个暗部一加深呢 它这个关系呢就更加明确了 现在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内容的几天 点击 这个困难 中文字 我们加上这个暗部就给大家 加上而且尽量尽可能加的要深入加的重一点 重一点的没事啊 但是你要是不够的话 那再拿铅笔画 也不要浪费时间 这个远处呢 这个先忽略不计 为什么先画五官呢 因为它比削尖的时候 趁这个比削尖的时候 这块把它仔细的刻画一下 啊 都 好 这些该种的,我种下去 当然灰面不用管它 强调它这个暗部 侧面它的暗部比较少 就这个角度,侧面它暗部比较少 所以画起来,侧面就比正面的和四分之三的两个角度那样 画起来要轻松一些 注意它这个形应该勾进来,包进去 好,就这个暗部 这个耳朵里边也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这里呢,有点亮的 对吗 好 继续慢下来 慢下来仔细的去推敲 它这个里边的变化 这是它这个耳朵 耳朵 然后强调它的 全骨 就是尖的时候 比这个尖的时候 尽可能的来画它这个转折 画交界线 画这些比较重要的过方 这个底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暗部 然后把它这个交界线 就非常重要的 就卡的这些地方 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然后注意一下它这个里头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个它这个暗部的颜色 虽然不多 暗部的这个转折啊 这些虽然不多 但是它的面积很大 整个这个面积呢 暗部这个面积非常大的 这块加强 然后包括这个 这里面这个鸡肉 这个暗部呢多化 然后包括它这个嘴唇了 嘴唇这里 嘴唇 这个脖子后面呢 像这种画这种调子的时候呢 就需要 需要比粗一点 比它细的话 它就比它尖的话 就不太好 铺调子的时候 我们画一些这种具体的形的时候呢 可以比尖一些 但是画一些这种非常精致 这个这个大面积的一个比方的时候呢 笔就得粗一点 我们可以把笔放倒 但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这种画面的 我可以把笔放倒 在这种画面的 这种画面的 这种画面的 是什么 比较放倒 铺的时候它会相对的比较 铺的比较放松 这个里头画的时候仔细一点 外头画的时候大刀破坏的就好 关键的棱角卡住 比如像这个形 像这个外面 这个整骨站 不要跑了 这个地方再强调 总之这个颜色一定要给足 给够 给够呢 它才能够画得比较 这块呢 不理一些 然后接下来就像这个部分 像这个鼻子这些亮灰的那些地方不需要 这个底下呢 铺的时候也要快速一点 快速的往上铺 这是这个 铺色这一步 那铺色呢 其实还是比较快的 非常快速的 整个它这个画面重的呢 就是它这个转折 一直在这一圈 就这些地方呢比较重 剩下都不是特别重 包括底下 整个这一大片里面呢 整体还是很透 画的相对比较透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个关系